零极限 蓝色 玻璃瓶 水瓶 在零极限的书中有提到 当我们喝蓝色的太阳水 是一个很棒的清理方式 因为蓝色的玻璃瓶 如果我们放入了饮用水 放在阳光下照射一个小时以上 当水接受了太阳光的能量 就可以用来饮用 蓝色太阳水 这个水瓶其实已经受到了宇宙的祝福 当我们心里可以默念 我们拥有无限的爱与平静 我们拥有无限的爱与平静 我们拥有无限的爱与平静三片 然后我们观想一道蓝色的光 能从每一星轮发出 射到玻璃瓶中 瓶中的水透过蓝色光 得到了净化 然后呢 当我们放了水 我们再安上这个玻璃塞 然后就能放在我们的阳台上 或者是草坪上 让它接受太阳的能量 所以当这个蓝色的瓶呢 它放在太阳底下 遭受到那个太阳的光 太阳的光是有七种颜色 而形成的那就是 红、橙、黄、绿、蓝、电、纸 这七个颜色 所以这七个颜色呢 其实都对应着七个脉轮 7 Chakra 所以当我们 引用了这一个小时后 在这阳光照射下的 那一个所净化的水呢 它能清理我们的轮脉 它能提升我们轮脉的能量场 当我们人体的能量场提升的时候 我们就能处于比较高频的一个情形 当然 当我们处于比较高频的能量场时 我们就会比较偏向于多的真能量 多的真能量 就能让我们去除我们的负面情绪 就像是我们的那个创伤啊 过去的创伤啊 我们以前所受到的一些伤害啊 一些不好的那个记忆的情绪 都能一一的慢慢的 让我们在这个 南色的那个 引用这南色太阳光的能量水之后 慢慢的 加上我们的能量场的提升 能慢慢的把我们这些负面情绪 一一的排掉 so 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样 so 谢谢大家 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